空军在岁选拔第12批女飞行学员 1月18至20日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 在广州设立复选站 集中检测广东、海南两省 共160余名高中毕业女生 据悉 今年空军面向高中毕业女生 招收第12批女飞行学员 招收人数约40名 文、理科不现 我第21批援助赞比亚军医组凯旋 18日下午 圆满完成医疗援助任务的我 第21批援助赞比亚军医组11名队员 乘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顺利返回祖国 今年春雨将进一步落实 军人依法优先举措 在日前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 近几年 为保障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交通运输领域 围绕军人依法优先出行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春雨将进一步落实 军人依法忧心举措 俄舰队对进入波罗的海的美国军舰进行监视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网站 21日消息 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 目前已经进入波罗的海南部水域 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对其进行监视 以色列成功拦截一枚向戈兰高地北部发射的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军20日发表声明说 以军方铁琼防御系统 当天成功拦截一枚向戈兰高地北部发射的火箭弹 美国国防部官员一日对媒体表示 美国计划大幅缩减今年春季 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 多家美国媒体人引命美国防部官员的话说 今年春季 美韩仍将举行联合军演 但参加人数和武器装备规模等 与往年的关键决断 及突就联合军演相比都会大幅缩减 预计还可能加入虚拟演习部分 据报道 美韩军方将在数日内宣布这一决定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 美韩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包括春季的关键阶段和突就 以及下秋季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 朝鲜对此一直表示不满 将其视作敌视朝鲜的威胁性举动 在过去一年多里 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机 半岛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 美国此前已较停定于去年8月 与韩国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1月14日报道称 美国军方最近测试了一种软件 这种软件可以让指挥官接入他们的士兵 在全球偏软地点看到的战场画面 从而可以让他们在驻地指挥作战 报道援引美国陆军的一份新闻稿说 第82空降师 第四步兵师 第62远征通信营 和第二骑兵团的部队 测试了这一软件 该软件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 2018年11月 第四步兵师第三装甲铝战斗小组的士兵 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轮训时 使用了这款名为战术界面跟踪节点的软件 任务指挥支持中心产品负责人弗洛拉玛西尔说 战术界面跟踪节点的用户可以调阅地图 查看多个全球位置 并用颜色标记士兵的位置 它可用来聊天 发送消息 发送附件 提交情况报告 和创建分发列表 战术界面跟踪节点 使用蓝军跟踪网络基础设施 该网络基础设施 让有军可以用联合作战指挥平台的硬件和软件 以跟踪数以千计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车辆 它只需要一台安全的计算机 除了目前实地使用的设备外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设备 马歇尔说 士兵使用的软件和界面 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相似 在任务指挥链的另一端 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的陆军研发人员 找到了使战地任务指挥设备更结实 机动性更强和更小型化的方法 其中一些进展包括远征指挥所 掩体一个大箱子 内有综合电源插座 空调 网线和视频分发系统 它可装在更大的箱子里 这样就可以用卡车运输 或者用直升机调运 研究人员建造的另一个移动选项 是轻便移动指挥所 这是一个抽拉式工作台和帐篷的组合 安装在汉马G车后面 它包括固定的电视显示器 内置无线电网络 电缆布线和计算机 除了物件或战棚解决方案之外 研究人员还装备了小型和中型全地型车 尤其是北极星超轻型全地型突击车 其目的是用一个经过打包的小型而完备的指挥所 提供机在或空中攻击行动 这些战地解决方案 帮助现场士兵在快速变化的作战中 进行移动 拍摄实地图像 并指导部队 战术界面跟踪节点软件 让那些在驻地或其他指挥级别的人员 可以对现场图像进行观察 更好的指挥快节奏作战的复杂行动 研发人员从2018年8月开始对这款软件实施测试 预计今年2月结束测试 他们随后将在这款软件中增加其他能力 并决定何时予以部署 土耳其装甲部队在土序边境集结 悬而未决的叙利亚局势又出现新的变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2月12日向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下达战书 称土耳其军队将在数日内进军诱发拉底河东案 把该地区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手中解救出来 美国对此很快作出回应 表示当前助续美军也在这片区域活动 不能接受土耳其的单边行动 土耳在续北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引发两国新一轮战略博弈 剑指库尔德武装 在埃尔多安发出战争号令后 土耳其军队迅速向土序边境集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大量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正运往土东南部的基利斯省、哈塔伊省边境地区进行部署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发言人表示 包括叙利亚自由军旗下的哈姆扎军团和阿勒坡一带活跃的苏丹穆拉德征服军在内的一、五万名武装人员也将参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土军方称 土耳其将铲除盘踞在旭北的恐怖组织成员 打击国家分裂势力 土耳其口中的恐怖组织是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认为是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及其政治分支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从土境内的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5年 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成立 在旭北部和东部夺取极端组织占据的大量地盘 坐拥戴尔祖尔游气田和产良省哈塞克 控制近四分之一的叙利亚国土 组建政治实体 被叙利亚罗贾瓦联邦 目前叙利亚民主军 正加速对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的倾角 于本月十四日 宣布控制了极端组织的重要据点哈金镇 土耳其担忧库尔德武装做大做强 对土境内的库尔德人 形成示范效应 严重影响土国内政治稳定和安全 为解决心头之患 土耳其曾两次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 2016、8月、日2017、3月 土耳其发起代号为诱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 以打击极端组织的名义 压缩库尔德武装的势力范围 在旭境内获得2000多公里的缓冲区 基本控制巴布地区 削弱了库尔德武装的影响 2018年1月到2018年3月 土耳其对阿富林地区 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 对人民保护部队进行直接军事打击 将库尔德武装驱逐出阿富林地区 目前 土耳其已将控制线向东推进到曼比纪 并从北部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卡米实力 和哈赛克渗透 美土斗而不破 针对土耳其此次沉冰的意图 分析人士认为 土耳其是在政治上对美施压 敦促美方旅行先前两国达成的协议 今年6月 土耳其达成曼比纪录线图 中文字圆 的